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大家好 今天是8月4日 是星期四 明天是美国会出的非农就业数据 基本来说 职位增长多少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自己个人觉得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增长极也好 都一定会多过10万个职位 而10万个职位的始终 以前耶伦说过 必然是已经对美国就业的情况算是可以 所以你去到怎么也好 除非你少过10万个职位 按照这个是不可能的事 只要就业职位是可以的话 那美国联邦的官员就一定可以继续加息 加息